他被称为傻儿司令 一生娶40个老婆 当过军阀也曾抗日出川 他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本期见识欲尽将为大家解答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哦 范绍曾出生于1894年 四川大猪人出生于一个富裕之家 范绍曾幼时顽劣不堪 总爱到处捣蛋 可是因为他家有钱 当地人敢诺不敢言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范绍曾 就像出生牛犊一样 连老虎都不怕 范绍曾的长辈对他寄予众望 希望他能多读点书 识问断字 更便于管理家业 可是范绍曾却贪玩 根本不说他们约束 因为此事 范绍曾被祖父 当着众人的面打了一顿 街坊四林都觉得大快人心 便给他起了个哈尔的昵城 意思就是说他是个傻瓜 但范绍曾可不是真傻 他只是天生对军事类 武术类的更感兴趣 天生有一股江湖豪气在 从范绍曾日后入伍 就可以看出范绍曾的天赋 1923年军阀杨森回到四川 范绍曾被杨森收编 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 1925年范绍曾升任第七师师长 因为平日总是一副笑嘻嘻 看上去脑袋不灵光的样子 大家都称他哈尔师长 范绍曾靠着自己的能力 以及在江湖帮派里打下的好人员 从最初的营长到1938年的军长 范绍曾显示了自己超凡的能力 此时的范绍曾全钱和豪宅全有了 范绍曾开始娶妻 几年下来光一太太就娶回来40位 抗日战争时期 四川算是大后方 但川军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牺牲 他们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出川抗日 马个果尸 留下了悲壮的抗战事迹 抗战全面爆发后 范绍曾主动请英上前先杀敌 直升来到上海 担任兵团副司令一职 上海被日本攻陷后 范绍曾回到了汉口 不久因支持川军 整军有功 被任命为第88军军长 有了军长的头衔 范绍曾四处召兵买马 兵力很快就扩充到了四个团 因武器陈旧 范绍曾脱关系 找了武器修理厂的厂长 李文斌帮忙 为抗日自愿 逃腰包 拿出了不少的积蓄 1942年5月 日军第15师团长 九警直刺中将 指挥部队进翻浙降 仗着先进武器 日军一路上大摇大摆 如入无人之境 88军21师将士 看了怒火中烧 他们在日军前进道路上 埋下了无数地雷 5月28日上午 师团长九警 骑着高头大马 踩上了地雷 被炸了个人羊马翻 一命呜呼 哈尔师长带领88军 在抗战中屡见其功 多次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范绍曾在自己的人生中 写下了光辉的遗言 令人可惜的是 范绍曾在前线屡见战功 结果却被蒋介石 再次夺了兵权 毕竟 范绍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更不是老乡 蒋介石并没有准备重用他 于是再次名声暗将 这次让他做的是 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这下范绍曾是真的愤怒了 自己在前线浴血奋战抗日 结果蒋介石还给自己使绊子 看清了蒋介石的为人后 范绍曾的反讲思想 也越来越重 而且对于蒋介石的内战 也表示出消极态度 一咬牙直接回川了 1949年 解放战争即将胜利 国民党部队气数将近 此时蒋介石竟然还在 试图拉拢范绍曾 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蒋介石 并且在渠县三会镇 通电起一帆讲 帮助解放军 解放了大西南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 范绍曾还担任了河南省的 体委副主任等职务 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不少贡献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的 一夫一妻制 范绍曾和他的第十七姨太太 到新政府部门 办理了正式的结婚手续 而和其他的姨太太们 分别解除了夫妻关系 对他们做了妥善的安置 后来和妻子生育了一个男孩 一家三口也算是其乐融融 1977年 范绍曾因病去世 终年83岁 从范绍曾的一生来看 只能说是毁欲参半 但抗日战争以后 范绍曾也为了革命 立下了很多功劳 纵观其一生 虽然叫哈尔 但他却并不像外号那样 有些吃傻 在一些大事方面 是有很多智慧的 也算是民国时期 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了 我会让你做的 我会让你做的 我会让你做的